呃,我們現在還有一些時間,我可以一個一個跟你們講這樣子 就可以彷彿是一個臨別的政言這樣子啊 以言 不是以言,是政言 對啊,那就是我覺得三年的時間其實也是很快啦 那對於你們當中很多人的那個印象啊 就真的都還停留在那個一年級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新生訓練的那幾天啊 就一進來的那個第一印象,有些人可以停留好久 比如我真的一直記得松鼠位那時候有的感覺是一個正面的孩子 可是不知道他之後有這麼大的一個轉變這樣子 對啊,那有時候真的也是一種編分 因為我畢竟也不是農業類科的老師 那以一個普通科的老師,我們就是會去輪各科的 那也許我今年帶的是農經科 那也許我下一次再帶的就不是農經科 對啊,所以這個也是一種 一種編分這樣 那其實我很感謝你們陪我度過我懷孕的那一段時光 所以至少你們讓我有一個還算蠻好的胎將 而且我又記得那一段時間其實林掌棚他真的是一個暖男 我都記得那個時候啊,你可能已經忘記了 就那時候你們也知道我懷孕了 然後那時候林掌棚我記得他都會 他都會講說,比如我叫你們去做什麼 他都會講說,欸你們趕快做什麼啦,不要讓老師生氣 對,其實我就還蠻記得這一段的 對啊,然後這三年啊,我要特別感謝就是 我的左右手,就是班長跟副班長 班長的人呢 他怎麼點上 他怎麼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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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協助我很多 然後所以等一開始我也覺得 張家臺是自閉症患者之一 因為他永遠保持那種 那個45度的微笑 就是一直就是45度的微笑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表達 對,包括說我要請他當班長 這件事情他那時候也是保持這樣子的一個笑容 然後拒絕我這樣子 對,他說我也覺得 我們班到底可以當班長的人選 到底有誰呢 對啊,可是後來事實證明他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班長 就以往我的習慣就是每個學期 我班長都會換人 因為我覺得有些事情要輪流 然後當班長可以讓一個人成長 可是到這個班,就是班長跟副班長 我都固定一直任用這兩位同學 就是因為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而且對我的協助非常的多 對,就不管說是班長的一些事啊 或者是一些私人的一些事情啊 其實只要一講 然後他們都可以做得很好這樣 對,然後再來就是 松子慧跟石經前真的 是不能遺漏的兩位 我覺得你們雖然不是重要的幹部 可是對於這個班的整體的風氣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如果這個班少了你們兩個的話 就像江海講的 就是平地生跟原住民之間的融合 可能就不會那麼好 而且可能會比較枯燥 對,因為其他同學就是會比較 比較默默 然後像松子慧我覺得你是一個潤滑季 而且你是一個台新國 幸福嗎? 對,幸的入法性 好少 所以我覺得少了你 就是會少了很多歡樂啊 然後石經前就是 你在才華這方面啊 包括說像每次的那種活動啊 幾乎都是你們兩個 所以其實真的少了你們兩個 我覺得這個班會少了很多精彩就對了 所以 非常非常的感謝你們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 我真心的 我真心的 對啊 然後再來我想一個一個講啊 我從這邊開始 像侯永泉啊 我是希望你們 不要再擺爛下去了 對不對 你的人生不是靠擺爛可以完成的 就像你的小過男 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沒有看到 我啊 對 其實其他人他們都很積極 因為周媽說 可以下一次農場就跟他們小很多 所以他們都很積極 但我不知道你個人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啊 對啊 我就覺得你未來的人生 你如果這樣繼續擺爛下去的話 會蠻糟擾的 對啊 然後再來像李家正的話 其實 你真的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的問題就在於遲到而已 對啊 你真是一個還蠻穩定的一個 一個援助 對啊 只是 就是 愛遲到這一點啊 但是你來學校就感覺都還蠻好的啊 而且跟班上同學相處 所以啦 一年級的時候好像都有可能要去欺負其他的那個 這樣再去寫之類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你跟班上其他人的相處都很好 然後再來像林博燦 我是真的很開心的看到你的轉變 因為你之前你講話還是就是很想打你的那一種 現在也是 沒有 可是他之前回話都很冷欸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他之前 你問他任何問題他回話 他就是冷冷的包括表情 他會講話啊他會啊 他講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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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開心看到你的轉變 我覺得有時候 學習成就是一回事 是人際之間的相處比學業成績更重要 所以我很開心看到你這樣的轉變 然後你要帶著這樣的轉變到大學 我覺得你的大學的誓言會更多 對啊 然後下一曲一直都是我們班最認真的威 哇 哇 哇 他真的是從頭到尾的一群精優 對就是像從這那兩天 還有在看書的只有下一曲Tip的 對連年才會都放棄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子的精神 就是很值得鼓勵 然後再來就是像 我們記得高一的時期啊 那時候一堆人都不參加任何的比賽跟任何的活動 都下一曲一個人去參加 就是像什麼那個 演講 還是什麼大升功什麼的 那時候松子會還沒有那麼活躍 他可能還在試探 對啊 所以我也很感覺得像一曲那個時期就是 他就是 就他就願意去參加這樣子 對啊 所以也是 我覺得以你這樣子的態度跟精神 我會相信你未來還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樣子 好 然後男人啊 就是屬於那種默默的 然後有點悶燒的 然後就是 所以來說 松子會把你霸佔住的 對 可是你還是 感覺 都 就是很好相處的一種啊 不管跟 原住民 還是跟 醫生都可以相處得很好這樣 可是我還蠻欣賞你的個性 就是一直都蠻穩的這樣 可是你在做很多事情就是 不夠積極 就像你們那時候一起去報那個公費聲 可能他 展宏跟家台 他們就是很積極 在準備一些東西 可是男人就是會覺得 真的就是比較 比較沒有什麼 在準備的感覺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松子會的影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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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然後 陽台會啊 就是身為我們班的那個學霸 哇塞 愛情學霸 應該是 愛情學霸 對啊 就雖然說 後面的那個 煩心 不是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意啊 可是我覺得 你真的 你應該已經釋懷這件事情了吧 可以啦 對啊 因為我 有一段時間會很擔心說 我知道你從高益一進來 就比這個為第一目標 然後你 一旦沒有順利的去完成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有點擔心你 我也就是自我放棄 包括你那時候統治的時候 竟然考這麼低分 我也有點意外 你知道嗎 對啊 可是就是 還是要找到一個自己的方向 然後未來 可能分隔兩地 我覺得 感情會有很多的變化 一年一個 一年一個 對 一年一個感情才不會大聚會 以後男朋友大聚會啊 對 你們先結合的感情真的 代表優點 現在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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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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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情這方面 我覺得你們可以談 可是就是 不要 對 不要投注太多的實力在裡面 就是感情不是你大學生活的唯一就對了 對啊 你要去開發自己其他的一些重心這樣子 你們其他的也是 就是現階段你有男女朋友的 你到大學 我覺得那個變化很大 真的 我可以一直出現分熟 也不用啦 我覺得就是 和 呃 而並分熟 不是啦 就順順的 就順其自然的發展 但是你不要投注太多的心力在裡面 立正彭也是 好 對 對 就是你不要都覺得 不要都覺得他是唯一 或有點是啊 對 就是你們現階段有感情的都是 對 你真的要找到一個大學年的重心這樣子 不要把感情就是你投注你全 整個人都進去了這樣子 對 不然我覺得 你會很難去接受那樣子的一個轉變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迪巴 迪巴就是其實 迪巴其實是一個很溫暖的女生 哇塞 對 雖然說迪巴有時候在講話 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是你不知道他想要表達什麼 就也許他只是語言方面他沒有那麼厲害 可是他是那種真的 他會真心帶給你溫暖的那一種 就是他會願意去關懷你 然後願意去幫朋友付出的那一種 對啊 所以 就是大家要看到他這樣子的一個好處啊 雖然快畢業了 對啊 然後 蝦尾就是轉科過來的時候 因為 你們之前的老師就是我的 我老公的姐姐 所以他那時候就有說其實你還蠻乖的 對啊 確實 對 確實是蠻乖的啊 只是說就是很不認真啊 是啊 然後 過來之後可能唯一的問題就是抽煙吧 被抓過的問題也就是抽煙吧 對啊 所以還是要少抽一點啊 不然你以後在 你以後還是會在腳白省田工作嗎 不會嘛 你不是說要幫忙家裡工作 不是 那要去馬場 馬場 馬場 千馬 對 台南的 台南 為什麼要跑到台南 他跟深刻的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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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彥文欣怎麼辦 夜文欣怎麼辦 那個會放進 他會覺得更好的夜文欣 就台南 就去台南找到另外一個夜文欣這樣子 對 然後 對啊 對啊 就還是 要想好自己未來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 沒有一定要深刻 還是一定要怎樣 但是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計畫這樣子 對啊 然後再來 書房啊 就是 其實我也有跟你 聊過蠻多 就是學生的問題 以及 以及 可能你在班上的一些相處狀況 我覺得有時候 一件事情是兩面的啦 對啊 那 未來啊 我也希望你在職場 你可以慢慢的修正可能自己一些方面的問題 你在人際的部分的話 可以更順利這樣子 然後 就像我昨天跟你講的 你可以先 思考一下 要不要繼續讀書 對 其實你是可以讀書的 我不太希望說 你就到此為止 因為讀書 雖然不能保證你未來一定能夠找到好工作 可是我覺得它可以就是增加一個視野 對 增加一個視野 因為你在讀書的時候 你會遇到 更多的老師 更多的同學 然後 或者是 對啊 對 我是覺得你可以多情 但是不要濫情 你可以 對 你可以嘗試去 交往幾個 我覺得 交往個 好幾個 那個真的都沒有什麼 但是你不要濫情 就是你不要同時好幾個這樣子 你不要同時 對 對 三個 三個 五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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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好然後再來 廖雲傑 我覺得廖雲傑就是 我覺得廖雲傑就是一個很心直口快的人 但他的內心其實是柔軟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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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他就是很心直口快 還是要磨練 對 還是要磨練 我覺得時間會把一個人磨得更遠 對啊 你真的就是要 對 就是要往這個方面去努力這樣 不然我覺得其實你的日子也是夠的 而且你的努力也是夠的 對啊 但就是可能在跟女人相處的這個部分 因為 大家跟你相處久了知道這就是你的個性 可是也許一剛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就沒有辦法接受 對啊 然後 心情 心情跟亮雲傑就剛好相反 對 心情就是一直就是很溫 懷孕懷孕 懷孕 懷孕三年 懷孕三年 懷孕很慢喔 對啦 一直就是很溫 然後一直就是動作很慢的一個女生這樣子 然後就像松子會講的就是 一個很令人想要保護的女生 可是很懷疑的就是 為什麼三年之間都沒有談戀愛嗎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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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化妝 講到重點了 那個 原科還是哪一科去的 原二 原二 現在的 現在的生二 沒有 沒有吧 現在的原三吧 對 那以前跟 柳子生在一起過 柳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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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他講的 你跟彭盧珍那一段 對 其實 那個時間真的身邊很多人都想拉你一把 對 可是你那時候就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鬼遮眼還是怎樣 就你就真的會一直越來越糟 還好到三年級的時候我覺得你有回來 對 這是不幸福的大戲 對啊 就當作是一段過往 然後這段過往都會讓自己長大這樣子 對啊 可是你真的 就是太溫了 然後太慢了 就是你為了自己的未來 你還是要衝一波 對 不然 不要每件事情都這麼溫 然後 未來想要幹嘛 嗯 可有可無這樣子 我覺得就感受到 對啊 對啊 然後雄子衛就是 很多時候會讓我覺得就是一個屁孩 對 包括說 可能 對 講話 對 講話 或者是像之前那個電玩那一件事情有沒有 對 可是我覺得三年級之後慢慢的真的有在長大 不知道是女朋友的功勞 還是說真的 年紀也長大了 真的假的 慢慢的有在長大 那 我對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那時候剛來報到的時候 嗯 應該可以講吧 就輔導師主任就跟我說你的家庭是比較特殊的 對 然後他就希望說我要特別照顧你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有特別留意 那 我發現好像 你沒有受到什麼樣不好的影響 你沒有什麼樣的陰影 對啊 這可能也是你蠻厲害的一個地方吧 可是就是因為家庭狀況比較特殊 我覺得 你要更努力 就是對於自己的未來 因為 你 你沒有 爸媽可以提供你什麼 對 然後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說你自己要更努力 好的 對啊 然後 展鵬 展鵬就是 真的我覺得就是一個 呃 也很帥 然後內心也是很不斷 你會心動過 展鵬嗎 我沒有失聲鏈 對 因為那個真的 體積差太多了 對 好對啊 展鵬就是 如果 未來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你們可以考慮啊 他是一個很好的對象 對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男生 真的冷咩 我覺得 展鵬你要 立即的更新那個動態 感情的動態 好 先 先 先戒煙 戒酒 我愛情 我愛情 然後要白一點 然後 然後 對 展鵬那時候其實 剛進來的時候 我記得你住在這裡 對 然後你剛 開選沒幾天就請假 然後請假 原來是假勾演 對 他那時候還有一段時間 穿那個很大的鞋子 很大的鞋子 對 然後有人說 你那一關我的時候 我就說 你還記得嗎 對 新訓我跟他一起打招 我跟他一起打招 我跟他打招 我打招呼 不理啊 什麼什麼的 還是沒有煎熬 對啊 對 他其實剛來的時候也蠻默默的 就是感覺不出來 他是那種 大隊長 以及那種 就是真的可以 攪拌事情的那一種人才 對啊 而且那時候 因為他也請假好幾天 我那時候一直覺得說 他是不想來學校上課 就是有點適應不良這樣子 對啊 可是後來證詞 也 也是誤會一場啦 就 展鵬真的 大家 有眼睛都看得到 也算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就對了 對啊 然後再來 金錢 對 講這樣就是 對 就是我剛講也是 我要非常感謝的一個人之一 因為他真的很多方面的才藝 包括說 他可能歌唱啊 舞蹈啊 還有像電腦 就包括說我們這次畢業影片 都是他幫我們做的 而且 像我們二年級的那個生活影片 就比方看過 都說我們班做得很好 對啊 所以 這個也是要 非常感謝他 然後雖然說 時間的性向不明朗 就到底是喜歡男生 對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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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性格都是gay 就是他以後會改變 可是 我聽過好幾個人都這樣的說法 但就是沒有改變 超gay 就是他的動畫 對啊對啊 就看自己gay不gay 所以你有對展鋒心動過嗎 哈哈哈哈 有對展鋒心動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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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人叫我心動過 對啊 就是我覺得 性向那個方面沒有關係啦 因為現在大家的接受度都很高 對啊 可是 就是你未來在選擇那個對象的部分 因為我之前也有學生他們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傾向 可是他們那個是很誇張的那一種 比如說他們都會去gay bar那一種 那我不希望你 gay bar很好啊 好我希望你接下來會這樣 你今天棒很好去喔 就是你還是可以找到正愛 但是就是不要把自己變得太誇張 他都18歲了 對啊 然後sagashi就是 有一段時間我們也吵啊 就吵他 愛遲到啊 愛不來學校啊 然後 對 有一段時間我們也冷戰啊 可是後來 其實sagashi他也都會 就是他 他其實 應該說班上最長 最長 沒人覺得給我的是他 對 最長沒人覺得給我的是他 對 最長沒人覺得給我的是他 就是他都會說 他都會說可能 完全到 對 對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就是 覺得很生氣說 為什麼每天都這樣 對啊 可是後來 我覺得他漸漸的 有改善 就是扣除掉功架啊 他漸漸的有在改善啊 而且有在盡力 然後他的姐姐也會打電話給我 所以後來我們那個 才慢慢的就是走出那個冷戰 對 然後你那時候不是也叫我說 我們不要再吵 對啊 但是 對啊 所以 雖然說 他很多時間 就sagashi很多時間 真的都在圓武社 我都叫他直接去讀圓武班 不要來讀蒙山班了 對啊 這是 這是也是 他現在也考上了他自己想要讀的學校啊 就 我覺得 對 我覺得他未來也有可能成為明星 對 所以現在 所以我先都再換他 打好關係 我先 你先 好 然後 然後 最後那個雙子會啊 雙子會啊 雙子會 你先 回來的也一起講 回來的也沒有感觸啊 有影片啊 他們會看 黃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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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翔喔 黃偉翔就是 其實 我也是 感謝他帶來的歡樂啦 因為 他跟你可以一打一唱 如果沒有你們兩個的話 我覺得 有些課真的會很悶 就是 只能老師一直上課 然後沒有你們在那邊 五四三的話 我覺得會很悶 國欣會一直這樣 國欣會變臉 國欣會怎樣 國欣都變臉咧 所以國欣不喜歡你們五四三嗎 對啊 真的嗎 還是啊 可是我覺得 要不適量的五四三 認識的話一下 有啊 對啊 不然會超級適量的 你可能沒有講到他的 那個興趣的話題啊 藍花藍花 下次要跟老師多聊藍花 他就可以了 對啊 黃偉翔就是 雖然說 他也是很疲啊 然後 也常常不愛來學校啊 可是他來的時候其實也是 就是 給我們很多歡樂啦 而且他有時候就是有一些 這些行為啊 就都還蠻好笑的 對 因為我們班多數人真的都太正經了 所以就是需要有這樣子的角色 可以讓我們比較歡樂一點這樣子 對啊 只是說 真的當爸爸了 我覺得要好好的去思考那樣子的責任跟義務 因為你要面對的是一個漸漸成長的生命 而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 就是真的要把小孩帶好 然後爸爸對於兒子的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你兒子就會看著你 然後他會漸漸的成為那樣子的人 對 所以就是 真的要好好的教兒子 還有誰沒有來 家庭 家彥 以及在台灣人街微笑 已經ött 因為他來的時候還是так 媽媽帶著她到門口,然後來的時候一直戴口罩,沒有辦法移著面,或是這樣子 對,我們那時候也覺得好害怕,到底要不要轉接她去導師,做什麼樣子打這樣子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她不笑的時候很可怕,跟廖雲姐有點不相相下的那一種 對啊,她們打架起來會有兩點喔,而且家印有時候講話真的也太直了,對,我覺得這是,都是需要學習的啦 對啊,都是需要學習的,然後家印未來也不打算升學,所以就留在家裡幫忙,我覺得就也是一個出路啊 然後再來,張恩節,張恩節喔,張恩節就三年來一貫的風格就是很浩呆啊 張恩節的浩呆當中,自然處在著一種可愛這樣子啊 可是我覺得張恩節最近就是有在為她的目標而努力,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就是大家去學的 她反而是她們那一群當中最積極的去準備情意啊,還有一些其他升學的東西這樣子的一群 是啊,然後現在她也有在做她自己的一個事業嘛,所以可以 對,可以代表真的是一個有還蠻有想法的人啊,不像是外表看起來就是傻傻的這樣子 對啊,啊雖然我有時候還蠻愛欺負張恩節的,可是那就是因為就是個性好相處啊,對啊 不然我也不會去欺負黃偉強,對啊,我不會欺負她啊,對啊,所以就是因為個性好相處啊,對啊,還有誰 她那邊有參與嗎? 參與小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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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對啊,所以黃偉恩嗎? 黃偉恩我之前有稍微講過吧 其實那時候行程訓練來的時候 話最多的人是他 而且被選為頒獎的人也是他 對 那個時候還是 因為那個隊伍跟你們接觸很多嘛 是他跟我建議說 可以先讓那個黃文恩當頒獎 對啊 那就 可是我覺得黃文恩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有比較好一點的 很情緒化 不知道他會有沒有感覺到 還是他在你面前不會有任意 他沒運動 一定比較 就是他的情緒都寫在臉上 所以我說現在比較好 對對對對對 他不少的時候離開了之後 對對對 他現在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之前一六年級的時候 我也好幾次找他 就是我覺得他太情緒化 然後他說他也知道自己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然後他有在努力 那我覺得其實保持情緒穩定 那就是一個 一個長大的一個代表 對 你如果可以讓你的情緒更平穩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 你可以慢慢的成為一個大人 所以這是黃文恩可能 比較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這樣子 對 一個人在電腦就是大人很久嗎 對 然後再來是誰 林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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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今天不能因為當幹部 然後就只享受那些權利 因為他只想要去逃避一些事情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後來也有慢慢的 慢慢的知道這樣子的一個道理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呃 未來你們幾個可能都是要讀情義的 但相較起來的話 他就沒有像張仁傑或洪宜仁這樣子 就是比較積極 對啊 就是 雖然說林偉翔的家裡應該是不錯 就是媽媽的事業也做得不錯 就是也可以考慮就是 回去接管媽媽的事業都OK 可是真的就是要有一個規劃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是 王怡芳 王怡芳 王怡芳就 不知道吃了什麼啊 再來 那個屁股 屁股都可以抽一桌麻將了 不知道怎麼會 哈哈哈 我真的要運動啦 真的 不然你那個 以後那個 真的 筋你常常會拉傷 就是 太肥了 八合八合八合 對啊 然後不要把自己的交友狀況變得那麼複雜 對 雖然你說你有慢慢在改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你交朋友就是 我都不知道你在交什麼朋友這樣啊 對 不要跟那種很複雜的人混在一起啊 對 特別是你未來又不升學 可能你接觸的就是這些人 對 就是不要把自己變得太複雜了 然後再來像羅耀萱 羅耀萱 我覺得也是很可惜啊 因為你明明是可以讀書的 可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年一直在崩壞當中嘛 就剛進來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人跟我說 他那個琴還蠻像孤敏俊的 然後現在不超 為什麼現在就是一個大叔 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種像就貴 沒有 他剛進來的時候 因為他夠高 然後那個拔琴 對 而且那時候比較瘦一點 對 哇 大王 一點都不像 然後你就送中琴 馬拉薇 對 終師很高 耶 終師很高 對阿 bon老師就是 你未來如果就是那個 青年就業計畫是很穩的話 你真的就是 好好的努力啦 然後 好好的戒酒 我覺得酒精真的會讓一個人 走樣很多 真的 所以就是要戒酒 不像是在那個三公城會一隻一樣 是啊 直接走一下 然後再來是 中子會囉 夾凯 夾凯 夾凯就是我刚已经有稍微讲过 是我可以说非常感谢的一个人啊 因为三年来真的协助我非常非常多 对就是班上的事情 其实我有时候很失智嘛 这个你们都知道 但他就会提醒我 对他就会提醒我是哪些事情要做 然后他就会直接去帮我做好 对直接帮我做好这样子啊 对啊 然后之前我也一直怀疑他是gay啊 在当他没有跟陈欣宇在一起之前 我误过他好几次啊 是吼 一年 对我一直到现在觉得 还是觉得他是啊 他那个gay的色彩还是很浓厚啊 但是我 对 他会让人去跟他讲 对 精彩都讲完了 请看一下 就是我一直还是觉得你有很浓厚的gay的色彩啊 陈欣宇只是一个掩护 对有些男生啊就是会假结婚 对他会假结婚 跟一个女生先假结婚 然后他再去寻找他的震撼 有可能啊 对啊 对啊 学业上 学业上 学业上也不是很顺利啊 你们知道 二年级的时候的记忆竞赛 他其实 我觉得他内心还是失落了好一阵子 就是那个选手代表的这件事情啊 然后再来就是 去考评科大的事情 对 他 欸 展棚跟维人都有上的 但他就是 背 到现在也还不知道 有没有上对不对 嗯 还不知道 没发了 没发了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情都是冲击啊 但是他很坚强的地方就是 他可能 他一定还是会失落 他可以失落了一个时间之后 他就会再站起来 然后继续往下一个目标这样 其实我要跟你们讲就是 未来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一帆风顺 你会遇到很多事情 对 特别是你出社会之后 嗯 然后有些事情也不是 你努力就可以去改善的 如果说 你可以个人努力 然后就把这些事情做好 我觉得那都好处理 就好像 我可能最近家里面遇到的一些事情 这也不是我个人努力 我能够改善的 所以 我会希望大家就是说 未来你如果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你可以努力的 你就努力 然后 不是你个人努力 你能改善的 你就是 换个心境 然后换个方法去调试 就是你不能 一个人困在那里这样子 你还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出口 对 就是希望你们就是未来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的一些 心态上 然后 最后就是 沙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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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而言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生 对 其实我教书也 多年的 就是十几年的 然后 但是不会有遇到一个学生这样会跑过来 骚扰我 对 之前的学生 虽然说好归好 可是 他们不会好到会过来骚扰我 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沙隆 他可以说过 教书生涯当中 我 不会忘记了你 对 那 这个吧 这个也是 感谢 有你的存放 才有办法 因为这些气氛都很欢乐啊 很融欠 对啊 那 你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你真的 太懒了 嗯 对 对 对 个性 对 个性很乐观 然后很好相处 可是你太懒了 以至于你 对于你 个人的未来都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所以我那时候 那个书面小组的时候啊 我为这个跟他 就是在那边大声好几次 就是我要他去书面小组 然后他就坚持 他不要 他要干嘛干嘛 然后他跟我说他要做 可是做到后来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有办法做出那个 版面那么奇怪的东西 也是很奇怪 对啊 所以 明到 我觉得 你如果有上的话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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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啦 就是面试 套声表出来了 蛤 套声表 对啊 你的面试你真的要好好的在努力 因为你在 你在书面这方面你就输人了 有啊 我面试有啦 对啊 你不要再给我讲一些 五十三的 然后 好好的就是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这样子 如果你跟男人可以一起上的话 才是最好的啊 你们又可以互相陪伴四年 然后四年之后就可以考虑结婚 然后到时候那个 那边的肉太多了吗 如果他变瘦的话 对啊 就是 大概是想要跟你们讲的话是这些这样子啊 然后明天 明天就 就是最后一天啊 那 散了之后 各自怎样 其实 也很难 因为有些人可能也不会在群组里面 然后有些人也不会去巴勒那个动态 对啊 所以这样子之后 我觉得就是 大家各自好好的 在努力的地方好好努力 这样子就好 就这样子吧 好 好